穆国兴的奶奶挤上来 伸手刚要抱抱自己这两个虫孙子 穆沁林从产房走了出来 笑着说道 哎呀妈呀 人家还要给两个小宝宝去洗澡呢 以后你抱着时间还长着呢 不急着一会儿啊 穆国兴趁着他们一帮人 去看孩子洗澡的功夫 悄悄溜进了产房 走到了满头大汗的钟灵身旁 轻轻替他撩开了额前的一缕头发 微微一笑 握着钟灵的手 动情地说 灵儿 辛苦你了 钟灵在进到产房之前 一直没有看到穆国兴的身影 以为他今天赶不回来了 心里充满了失望 正当他感到全身没有力气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 穆国兴神奇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就像有了无穷的力量 一用力 不知不觉 这孩子呀 就呱呱坠地了 钟灵此时内心充满了喜悦 看到这么久没有看见的老公 终于在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赶了回来 他鼻子一酸 两行泪珠就落了下来 穆国兴急忙笑着说道 好灵儿 可是不能哭啊 要是被两个爷爷看到了 以为我又惹你了 还不活拔了我的皮啊 哼 看到穆国兴夸张的表情 钟灵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给我擦擦眼泪 我告诉你 你要好好地伺候伺候我 我带着两个宝宝 简直太辛苦了 夫妻两个正在这说着悄悄话 几个护士走了过来 首长 产妇要去病房休息了 穆国兴想了想说 呃 我能抱他回病房吗 不行的 产妇现在需要凭我 穆国兴陪钟灵来到了特护病房 其他的人都去看孩子洗澡了 那几个护士走进来之后 病房里再次安静了下来 钟灵拉着穆国兴的手 睁大了眼睛 一动不动地看着穆国兴 好一会儿 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轻轻说了一句 我累了 穆国兴看着钟灵左右脸颊上 两块淡淡的妊娠斑 显得更有女人味了 长长的睫毛上 还挂着一颗晶莹的泪花 鼻翼随着呼吸 一扇一扇的 十足一个睡美人 等到钟灵睡熟了 穆国兴才捏手捏脚地走出了房门 找到了一干家人 穆老和钟老并排 站在婴儿室的大玻璃窗前 正看着里面的护士 给刚洗完澡的孩子们包裹着 两个老人看得是那么专注 根本就没发现凑过来的穆国兴 只有他的父亲和三叔 冲得无声地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孩子被护士抱了出来 穆国兴总算自己 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红红的小脸还没有张开 好像两个小老头似的 脸上皱皱巴巴的 就连个眉毛都是黄的 两个小家伙 全然不知道有这么多人 在关心着他们 闭着眼睛睡得正香 穆国兴的奶奶和妈妈 从外面走了过来 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保温筒 来 这是刚刚熬好的鲫鱼汤 是下奶的 等一下让灵儿趁热喝咯 不然孩子睡醒了 没奶吃啊 穆国兴的妈妈 也举起手里的保温筒 这是按照保健医生吩咐的 给灵儿补身子的 等一会儿我亲自去喂她喝 这个时候 钟灵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 叫了一声奶奶妈妈 又挣起身子 想看看自己的两个宝宝 穆国兴 奶奶急忙按住了钟灵 乖孙媳妇啊 可千万动不得 生个孩子呀 要好好的静养 有什么事奶奶去给你办 穆国兴倒出一碗汤 拿起条羹 笑眯眯的对钟灵说 媳妇啊 来张嘴 这是奶奶和妈妈 给你煲的汤 这一时刻 钟灵的眼神变得 无限的温柔 神色微微的扭捏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的 张开了嘴 心安理得的 喝起了穆国兴味的汤 门被轻轻打开了 穆老和钟老一起走了进来 后面跟着的是 穆国兴的爸爸穆从军 和二叔穆从武 穆老代表穆家 对钟灵表示一番问候 然后俯下身子 仔细地端详起自己的孙子里 老钟啊 我的孙子 和你的虫孙子 怎么分不出来 哪个是哪个呀 不会让他们搞错了吧 你来认一认 哪个是你虫孙子 哪个是我的孙孙子呀 钟老俯下身子 端查了半天 指了指靠近左边的那个 肯定的说 这 这个是我冲孙子 穆老看了看钟老打趣的 嘿嘿 你就那么肯定啊 那当然了 这个孩子一看 他就是我们钟家的 不信 咱们看看他手上的鸡蛋 上面写着 钟之海 这两个老头啊 就像两个顽皮的孩子似的 刚想解开孩子的包裹 就被穆国兴的奶奶给制止了 去 去 我说你们两个 怎么像小孩似的 人家护士给包得好好的 你们折腾他们干什么 他们这小嫩胳膊小嫩腿的 哪惊得起你们这两个老家伙折腾啊 要是折腾出个好歹 我可不饶你们 穆老和钟老听到话后 马上停止了下一步的动作 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 其中一个宝宝大哭起来 惹得另一个也跟着哭起来 这两个老人呢 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 见识不妙 悄悄的溜了出去 孩子要吃奶了 穆国兴的奶奶 手脚麻利地抱起了一个 穆国兴的妈妈抱起了另一个 看了看钟灵 满脸飞红 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冲穆国兴说 出去 你媳妇给孩子喂奶 你个大老爷们在这掺和什么劲啊 穆国兴小声嘟囔着憋着笑 又不是没见过 还怕什么羞啊 慢悠悠地迈着八字布 走了出去 这一晚上啊 穆国兴就住在病床里的另一张陪护床上 两个新请来的月嫂 住在外面的休息室里 整整晚上啊 穆国兴根本没睡觉 他搬了把椅子坐在钟灵的旁边 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两个宝宝 一直傻乎乎地笑着 这两个孩子除了吃过两次奶之外 不哭也不闹 一直是安安稳稳地睡着 那两个新请来的保姆呢 可是在客厅里 打起了两张行军床上 睡得呼呼的 在钟灵住院的五天里啊 穆国兴是一步都没有离开过病房 天天给钟灵喂饭 洗脚 按照医生的嘱咐 扶着他在房间里 溜得来溜得去的 这小两口那个亲热劲啊 让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还有两个新请的保姆 羡慕不已 钟灵这几天呢 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穆国兴 对他无微不至的爱 使他完全沉浸在幸福当中了 出院的这一天 钟老特意派出了他的红旗作家 穆国兴的爸爸和妈妈 二叔都来了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两个不速之客 竟然是江卫超和他的夫人 江卫超一进病房 扯着嗓门嚷嚷的 哈哈哈哈 我今天终于要看我的孙子和外孙了 他的夫人急忙接口道 嘘 吵什么吵 你以为在你们军营呢 你要是把两个孩子吓哭了 看你怎么办 说的也怪了 这两个宝宝非但没被吓哭 还都睁开眼睛 盯着俯下身来的江卫超 好奇地打量着他 就好像和他很有缘分似的 穆国兴的爸爸和二叔都感到奇怪 一起俯下身子 看着这两个孙子 只见这两个宝宝 好奇地打量着三个人 嘴角还抽动着几下 好像是冲着他们在笑 穆国兴的奶奶看到这种现象 肯定地说 哟 这两个宝宝和咱们家有缘分的 你看 他们在你们三个大男人面前 一点都不害怕呀 江卫超这个时候啊 不敢扯出他的大嗓门来了 他压低了声音 瘟声瘟气地问目国兴 国兴啊 哪个是我外孙子 哪个是我孙子呀 江叔说 实在不好意思 我也就是看他们换尿布的时候 才能分得出来 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 哎 灵儿分得出来 钟灵在一边笑着说 干爹干妈 告诉你呀 那个是你孙子 这边这个是你们外孙子 江卫超一听乐了 哈哈哈哈 我看着这个就像 就是他刚才冲我笑了 不两个都冲我笑了 哈哈哈哈 江卫超突然把大嗓门又放开了 他感觉自己说的话有些不恰当 急忙又改口了 趁着江卫超夫妻两个 正在端详这两个宝宝 穆国兴啊 这个时候才有时间和他的二叔说上几句话 穆国兴看着他二叔肩膀上两颗金星 笑眯眯的问道 二叔 你又升官了 是啊 马司令调到总参去了 军委这才决定让我接他的位置 怎么 你小子是不是看着我两颗金星眼热了 哼 想不想到我们军队来啊 凭你的本事 过几年 怎么也能混个师长旅长呢 钟灵在一边说着 二叔啊 你可真够大方的 才给国兴个师长旅长干干 还得再过几年 我们国兴现在是正厅职市长 我好像听说 厅长就相当于你们师级吧 穆从武现在才恍然大悟地笑着说 哎呦 灵二 你看我还把国兴啊 当成几年前去我军区帮助训练的特种兵的那个大学生呢 可不嘛 人家现在的级别 在我们部队里也是响当当的正师级啊 四辆高级轿车 行驶在京城的马路上 也许是交警部门提前得到了通知 反正这四辆轿车一直从穆从军的家里 就没碰到一个红灯 穆国兴的妈妈张兰芝早就指挥着工作人员在家里张罗了一大桌子菜 江伟超一下车 看了看穆从军住的地方皱了皱眉头 悄悄拉住了穆国兴问 哎 你爸爸怎么住在这儿啊 像他这个级别应该在西山有别墅啊 西山那里啊 有一套别墅 我爸爸妈妈 嫌在那儿距离我爷爷家和工作地点远 不愿意过去住 再说这里也住习惯了吗 在吃饭的时候 穆国兴看到二叔和江伟超非常熟悉 悄悄地问穆从军 哎吧 二叔和江叔叔很早就认识了吗 我看他们谈的还是很投机的吧 穆从武虽然和江伟超谈得很投机 但依然听到了穆国兴的话 转过头来冲着穆国兴说 你小子呀 就是千方百计探听我的秘密 我和你江叔叔是军事指挥学院的同学 这你应该明白了吧 哦 是啊 现在不有人说吗 人生挤大铁 一起扛过枪 一起瓢过昌 一起捅过窗 一起疯过脏 这四个你们两个人就占了两样 你说关系能不铁吗 穆国兴这句话说完 惹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江伟超用筷子点着穆国兴 你看你小子这个样啊 哪有个市长的样子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领导 你那几百万人的 江叔叔 这不是在家里吗 要是在长辈面前 我还摆出市长的架子 估计你们早就揍我了 这个时候 穆从军突然说道 那个锁镇已经放出来了 你知道吗 好 这么快啊 这次公安部的效率可真够高的了 穆从军听后没有说话 意味深长的 看了穆国兴一眼 对大家说 来来来 咱们喝酒 这些事啊 不用去管他了 老江啊 这杯酒我敬你 一来是 感谢你看着这两个麒麟儿 另一个是 为你明天即将上任 呦 这我可不敢当 您这么大领导 哪能让您敬酒啊 您说是不是穆斯亮 穆从武听到江卫超的话 急忙说 老江啊 有什么不敢当的 一来 你是灵儿的干爹 从这方面讲 咱们还是亲家的 这二来 这又不是在国务院 他的办公室 咱是在家里 当哥的敬小弟一杯酒 又有什么呀 穆国兴建状急忙站起来 端起酒杯 对江卫超说 江叔说 你刚才听到了吗 我老爸给他的宝贝孙子 起了小名了 一个叫 奇儿 一个叫灵儿 这样吧 我代表那两个小家伙 敬您这杯酒 总成了吧 江卫超高兴的满脸 冒着红光 好好好 这杯酒我不仅要喝 还要喝一大杯呢 哎 爷爷起了大名 老爸起了小名 到我这啥事都没有了 牧从武 看着自己的侄子 装模作样的样子 笑着说 你呀 你小子别不知足了 能让两个爷爷给你孩子起名 那得是你多大的荣耀啊 再说了 你以后不也有孙子吗 这个权力到时候就归你了 你有什么可及的 我看着你刚才表现的不好 你就自罚一杯吧 看到慕国兴伸手要去拿那个特供酒 江卫超见缝插针 哎 国兴啊 你答应我的事 可不能失言啊 啊 慕从军和慕从武两个人 听了听江卫超的话 疑惑的看了看慕国兴 心想 你们两个人之间 还能有什么协定呢 哈哈哈哈 你放心吧 江叔叔 你和我二叔的待遇是一样的 昨天我已经打电话 给京城的特供酒厂了 发给你和二叔 那一万瓶特供酒 估计 今天就到江南了